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刚刚洗完澡了,然后现在呢就要开始护肤 今天呢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换季的时候都更换了哪些护肤品 因为现在香港开始换季了嘛,就变到秋天就会更加干燥 而且我一直在做这个激光的这个facial,所以皮肤会更加干燥一点 我们给你看一下,就是像鼻头这个地方,还有这里有一小块地方都会有一点脱皮 之前是这个地方有点脱皮,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 就是因为我更换了我的护肤品,就是我更换了大概有三样吧 第一个呢是化妆水,之前夏天我会用那种日本的艺人化妆水去擦拭脸庞 然后做这种二次清洁嘛,然后到了秋天呢我就换成了我的 怎么说呢,老朋友吧,就是兰蔻这个粉水 我用了它大概已经两周了吧,然后兰蔻大家都 这个大家太熟悉了吧,真的是明星产品 然后它的质地呢是那种比较浓稠一点的,好像有很多透明质 虽然在里面的感觉,我就是导引你们看一下 看到没有,就是它是这种很浓稠的,就是 对,这样子有点像半乳液状态的 然后它擦在脸上呢,就是可以感觉到整个脸都被很好的滋润啊 被这种透明质酸包着,然后就特别特别滋润的感觉 然后在这种掉皮的地方,我会重点去按摩一下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吸收和更好的滋润这个比较干的皮肤 这是第一步化妆水就用回了兰蔻的粉水 粉水我用过很多年了,就是每次到冬天就是试完这么多化妆水之后 还是会回到它的怀抱,真的是良心的产品 那第二个呢就是晚上的一个精华,那我还是也是我的老朋友了 就是后的这个蜜贴叫做self generating anti-aging essence 这个蜜贴,然后它的精华呢也是很浓稠的 我一般会用两绷,然后呢就会擦在脸上 这个的话就是它特别特别滋润,而且我很喜欢它那种中药味 就晚上擦会感觉很舒服,好像已经有香薰伴随入睡的感觉 然后也是在这种重点容易干燥的地方 像是鼻梁啊,鼻头啊,还有嘴角啊,还有这个鼻翼啊 我都会重点去擦它,这样就可以更好滋润 那最后一个呢,我更换的产品就不是一个早晚擦的 它是一个属于特殊护理,就是兰蔻的这个rose milk mist 它的玫瑰乳液喷雾 一般喷雾不是水状的嘛,就是夏天那种喷雾啊什么的 这个呢很神奇它是乳液状的,就是它更加滋润了 我给你们喷来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吧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喷头设计特别的好 它是喷得很细,而且很均匀,出来效果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就是你在外面,比如说我会带它在包里面会去补妆嘛 一般补妆之前呢,我想首先吸收一下多余的油分啊 第二个就是补充一下水分啊 我就会把它喷在纸巾上面,然后用纸巾在脸上这样轻轻的按压 那这样子呢,一来就可以去去除去多余油分 第二还可以补水,而且呢,按压的方式也不会破坏你本来的妆容 所以这个补妆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就是特别是在办公室啊,或者在飞机上 你要觉得脸很干燥的话,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来去滋润一下 这个超级推荐 然后就是更换了这些样的护肤品 希望对大家能有一些帮助 接着呢 真正的 我 确ick 你